男人的双脚被铁链锁住 黑老大拿枪逼他往海里跳 可强哥脑袋没有进水 试图挣脱脚上的铁链 但身体却被黑老大压住 于是强哥一个飞踢外加一个重拳 随手拿起箱子温去 可双脚被铁链紧紧绑住 黑老大直接将强哥抱起 强哥趁机夺过手枪 但黑老大却将几百公斤的船锚扔到海里 强哥的身体瞬间被带了下去 黑老大想送他一层 强哥立刻拿起手枪 对着脚底酷吃就是一枪 接着又是酷吃一枪 强哥想抓住机会爬上来 但是船锚实在太重 黑哥突然将船艇的油门启动 强哥心中直呼9626 但黑哥再次加大油门 船锚被带着飘起来 随着最后一根手指的拖落 船锚和强哥都被带到海底 见到脚下的铁链解不开 强哥发现不远处的手枪 于是将船锚拖拽到身边 紧接着学着袋鼠一步一步往前跳 跳了足足两个小时 强哥终于拿到了沙漠之音 接着对准脚底的铁链 酷吃一枪居然解开了 但这些黑老大为什么要对他下黑手 原来几天前强哥出海寻宝 船上的发电机突然故障 一张点燃的纸巾被海风带到船舱中 随着大火的燃烧 棉球掉到煤气瓶附近 接着酷吃一下 将发电机冲到海里 随后一声巨响传炸了 并且直接在两人的背后坠毁 这是一块碎片却突然飘了过来 强哥立刻拿着碎片上岸 发现这是打开加勒比宝藏的钥匙 而这一切都被黑老大砍在眼里 但这阻止不了强哥发财的梦